我们这节开始深入模卡中的删除模块 我们先导入一个素材 然后这个素材我们先建合成通过动画模卡追踪 那这边加载到模卡之后 我们先理解一下在这个删除模块中 它的一些绘制的方法和它的用途 这边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大的区域中缩小一点 那比如我们在这边 我们想把这个视频中 前面运动的一部分的物体进行移除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树叶遮挡天空的这一个部分 做一个移除 那我这边就需要呢对它绘制一个选区 因为这个是视频 每一帧每一秒它都会有不同的画面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而且相机有一定的运动晃动的幅度 那我们这边可以选中绘制一个大体的区域 如果你需要移除到什么地方 那我们看到移除到这个区域 那我可以在这边绘制 延伸下我的区域 那我大概需要这样一个范围 这个是我们作为它的一个移除的一个范围 然后你还需要呢排除中间的这个树叶的部分 那我这边我们是图层一 我可以去双击重命名 这个比如说是我们的背景 背景的话我们可以叫做BG 也就是我们这个背景 然后你还需要一个前景 前景的话我们再建一个图层 连接X工具 比如我们看一下这个 然后这个背景确定之后 我们要移动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你在运动的时候 它周边这些树叶呢不要触碰到这个区域 也就是我们尽量的保持你的范围都在运动范围之内 但同时也不要触碰超过这个区域 触碰到其他的区域 我们到这边触碰到了一点 所以我们要避免它触碰 这边可以去移动 所以图形呢会有一个简单的关键针的运动变化 我们也会看到 但是它不会呢 整体触碰到两侧 这样子保持一个稳定的运动图形 那么最后的地方还是需要呢 往前边稍微移动一点 这样子基本上没有问题 简单的做了一下背景区域的设置 然后我们前景的话 这边在图层上可以点一下这个 显示遮罩按钮 可以看到遮罩是我们的白色 这边没有问题 然后你需要拍出前景的话 我需要呢再画一个图层 这边我就用X工具 对这个部分尝试绘制一下 所以它的轮廓比较的多 这边就尝试多画一些点 把这个区域呢都画出来 我们绘制的好坏和这个进气程度也会影响你最终跟踪的结果 这边我就先粗略画一个大致的图形 包括它的这个范围 尽量让这个部分呢都在这个跟踪点之内 然后点击一下这个显示遮罩 你可以看到目前这个白色的区域 这边可以双击 有这个是前景 我们叫做FG 前景 前景是这样的一个范围 然后背景 那你会发现前景和背景呢 它会自动的生成这种遮罩的关系 然后它会在这个背景中自动的把前景进行抠取 所以我们看到你这个时候选背景的话 中间就不会包含这个区域了 所以你的跟踪区域呢都会在白色区域之内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区域呢再重新画一下 画大一点 然后我们自己大概呢画出一个前景的背景 然后融合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我们对这个背景呢做一下追踪 当然追踪的话 这边稍微调一下视图移动一下 我们可以把它的类型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要追的只是位置的变化 所以不需要缩放旋转 包括透视和这个视角 也就是我们这个扭曲和透视这两个也不要 整体画面的运动幅度不是很大 所以可以用小幅度去跟踪一下 这边我们回到起点 选中背景的情况下 然后这边向前追踪一下 本身这个画面运动不是很复杂 追踪呢可以很稳定地完成所有的内容 我们可以拖动看一下 这个区域整体跟踪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一下前景 因为前景和后景呢我们同时都进行了追踪 所以它的这个数据我们在这边播放的时候看到 效果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两个跟踪数据都有了 然后我们需要呢对它做删除的处理 这边可以把定界框白色隐藏一下 然后我们进入到删除模块 这边呢在插入的右边就是删除 进入这个模块之后你是需要呢做一些处理 它会自动的把这个背景的跟踪去掉 因为你删除的时候主要是前景在跟踪 模块呢会自动的用背景的像素去做填充 我们这边可以点击一下这个叠加显示 可以关掉看到所有 那这边再把这个模板叠加也去掉 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要处理的这个区域 然后这边进入到删除模块 你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变化 是因为它是需要进行渲染的 所以我们在删除模块中 点击一下渲染看一下目前 所跟踪的区域和它处理的结果 那我们看到基本上一次性就出现了一个 非常好的结果 但是这边有一些线 这些线呢有可能就是说 它没有找到背景中可以替换的像素 第二个就是说你的前景中可能有一些 内容设置的不到位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前景再显示一下 我们可以回到跟踪的这个菜单 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边缘 包括它的这个关键帧需要呢去做调整 但是目前空空的这个地方可能我们看的不是很明显 我们需要把这个模块改成 我们在移除的地方呢先改成前边 打开图层的这个文件的这个地方 所以注意移除和文件之间进行切换 那我们看到刚刚在这个地方 它有一些线条 那可能这个范围的定义的不好 所以我们要全局调整的话 我们在这边把关键帧从A改成U 你可以全局去调整这些整个区域 那我们这边就把这个不好的区域给它往过调一调 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去优化一下 因为使用U键的时候 你的关键帧的都是一起进行调整的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没有触碰到叶子的周边 然后也给出了很大的空间 简单的做了一下V条 然后再回到A键 回到我们这个每帧调整的这个方式 那这边再回到删除模块的预览 回到删除模块 这边我们再通过放大镜放大看一下 重新渲染一下 看一下这边 那基本上没有问题 非常稳定的将这个不需要的部分给我们进行了移除 我们得到了一帧非常完美的画面 当然我们的选区是建立的上边 所以会看到这样一个区域很好的处理 但是你下边的话 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选区 所以它没有移除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移除区域的一个很好的渲染 但是这边你需要继续向前渲染一帧两帧 才能看到一处 我们所选择的区域我们看到上边 基本上都非常的完美 然后在它下边的设置的地方 第一帧和最后一帧就是你片段的头和尾 我们看到这个片段一共有57帧 所以这边显示57 那步骤一的话就是说你每一帧都去查看 所以结果是最好的 你也可以每两帧每四帧去查看一个画面 所以不建议改成特别高的数值 你可以每两个画面的去看 如果你加到每两个画面去看 比如在这个第一帧的之前需要去看多少帧 比如我看19帧 后边看多少帧 比如我看18帧 如果你骗的很长的话 就要缩短它的查看的距离 我们再渲染看一下 这时候你会发现它的 因为你搜索的帧数变短了 它可能就没有更多的像素可以识别出来 所以出现了这个问题 我们把这个每一帧再加进来看一下 结果改善不大 我们再加大一下前面搜索的范围 后面搜索的范围 那这时候我们看到结果又比之前少了一点 所以你需要去调整它的范围 然后去计算出最佳的一个移除的帧数 可能这个画面我们需要呢 数值再多一点才能找到更多的帧 所以没有必要呢都射到最大 当它可以很好的移除的时候 就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参数 所以我们看到主要的画面是源于后边 也就是你目前指定帧的后边的画面 那因为后边没有渲染 所以没有看到任何图形 所以在用这个模块的时候呢 有一个基本的条件 就是你的物体前面肯定是要运动的这个像素状态 随便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的运动幅度很少 或者说它甚至静止在这里都不动了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做追踪和移除的这种方式 我们只能说直接呢去用图像贴上去 轻松的去合成 就不需要借助MOCA去做了 所以使用删除模块 必须你的物体呢在运动 然后背景也有大面积的像素 供它进行空白的这种计算和修补 下一节呢我们继续呢来做移除的练习 进一步强化对它的认识